嗨 大家好 我是今天又见面了 那么上一期呢给大家讲了莱斯大档案 莱斯大档案简单回顾一下 就是说一个蜥蜴人他跑到地表 这个蜥蜴人呢是一个学者或者学生研究者吧 他接触了地表上一个人类 这个人类呢就跟他进行了几次访谈 总共有两次访谈吧 那么通过这些访谈呢 这个人类呢就了解到了一些这种蜥蜴人的一些生活呀 包括他的一些历史啊 那么同时呢也了解一下我们人类自身的一些历史啊 包括一些未来呀 包括一些科技啊 那尤其是这些盲点的人类是不知道的 通过蜥蜴人告诉我们这些事实呢 我们可以把之前那些错误的观念 或者说一些传统的有枷锁的这种观念给去除掉 那么接下来这一期呢 给大家继续讲莱斯大档案呢 这一期主要给大家讲莱斯大档案里面 关于UFO的这种原理啊核心技术的部分 那么如果对UFO感应你的小伙伴呢 千万不要走开哦 那么作者就问呢 如果说你说地上总共有14种外星人的话 那为什么我们人类看到了千七百怪的外星人呢 远远不止14种 可能是很多很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然后莱斯大就回答说 这些外星人呢 跟你们接触的时候 肯定也使用他们的精神力量 他们精神力量连接你们心智之后呢 会让你们看到 他们想让你们看到的形象 比如说一个小灰人呢 或者说他们设计好了一个形象 或者说一个普通的人类 所以的话 你们看到的这外星人呢 不是他们的真实面目 那你们看到的种类呢 肯定也是远远超过14种的 可能千七百怪 这是他们隐藏自己的身份的一种 这个技能吧 那么甚至于说 这些外星人给你们见过面之后 他会把你们的记忆给暂时给锁定 或者暂时清除掉 这样的话 你完全忘记了 跟他见面这件事情了 这也是一个防御自己暴露的 这样一个方式吧 那么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认为 你去医院做了个检查 比如说全身的体检呢 也有医生啊 帮你做全身的检查 听听心脏啊 听听肺啊等等 当你走出医院之后呢 你会发现这个街道啊 根本都不是一个这个正常的街道 这个城市呢 从来就没有一所医院 那这个时候呢 你通过逻辑分析就反映出来了 我去的难道不是一个医院吗 我去的是一个实验室 然后你就会回想这些蛛丝马迹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就发现一些破绽和漏洞 那么外星人呢 就是用这种精神力啊 去连接你的心智 让你发现不了这些破绽 发现不了这些漏洞 这样的话呢 你看到了形象呢 其实是千奇百怪的外星人的形象 那么作者就问呢 我们怎么抵制这个心智 被别人连接的 被别人干扰呢 然后吸引人回答啊 估计你是抵御不了的 因为一落一音呢 创造你们的时候啊 在你们DNA里面呢 没有设置一些保护的机制啊 所以的话呢 任何一个外星人 他只要精神力比较强的话呢 都可以连接到你们的这个心智 干扰你们的正常的这种思维模型吧 然后让你们认知到 你们看到的东西 是他们想让你们看到的 但是呢 也有一些这个实际的方法 就跟人们修行是一样的嘛 可以抵御这种干扰 比如说你要防止你闭上眼睛 或者防止进入一些昏睡状态 让你脑子保持一个非常兴奋的 这种清醒状态 这样的话 他们连接你的时候呢 就很难去控制或干扰你的心智 或者说他们使用更加强大精神力 才能连接到你 不然的话呢 如果说你一直保持清醒状态的话 他们这种连接上来之后呢 就会非常非常危险 所以的话 你要保持你清醒状态 而不是说昏昏欲睡的这种状态 然后作者就问呢 说之前你说过 有一个种族是来自于其他平原 这样一个宇宙的 那么你能解释一下这个平原到底什么意思吗 然后那个西医人来他就说 说我们这个宇宙啊 就好像一个大平原上一样 放置了很多很多个宇宙球 我们只是这个宇宙球里面其中一部分的 那么很多很多的外星人 比如说13个种族外星人 都是来自于一个大的平原 这个大平原上面有很多很多宇宙 我们是来自于同一个平原的 但是其中一个外星人 他来自于不同的平原的 是另外一个平原 另外一个平原里面又有很多很多宇宙 相当于你可以把它分为这个区块啊 我们是在一个同一个区块的不同宇宙 那我们是属于一个大的家族 另外一个外星人是来自于不同的平原 所以的话这个外星人的这个能力很高 他可以用意念创造这个物品 也可以摧毁物品 所以的话呢 他的文明等级也很高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 我们是无害的 他们呢也不会去干扰我们 他们只是说 作为一个观察者的角度 来看我们人类社会发展 那么作者有问呢 刚才你提到啊 说未来的十年到二十年呢 有一个战争啊 这个战争啊 能不能告诉我具体的时间 它什么时候开始呢 然后西印是说 战争其实属于不同层面的战争了 我说这个战争呢 并不是说你们肉眼可见这种热战呢 而说通过一些其他方式的战争 比如说通过影响你们的政治人物 以破坏你们整个社会的这种系统 或者说他们制造很多这种自然灾害 比如说地震啊 包括这些龙卷风啊 包括火山爆发等等等等吧 让你们人类认为这些自然的现象 但是呢 其实是受他们控制的 那所以呢 这属于另外一个层面的战争啊 是你们看不见的战争 那么我之前我提到说 这三个有敌意的种族 他们需要地球的铜矿啊 他们拿铜矿来干嘛呢 是通过铜矿来溶解成为一个 这个磁场或者立场吧 而这个立场呢 其实是可以干扰到天气啊 控制天气的 然后呢这种控制天气的方式呢 其实也是一个战争的行为 或者说一种战争的方式吧 只是说你们大部分人类是没法察觉到的 然后作者就问呢 你看现在目前时间也不早了 你还有什么重要资讯需要给我们分享呢 或者建议呢 然后吸引人就说 给你一些建议啊 千万不要相信你们错误的历史啊 或者说科学家啊 或者说政客 然后他们呢 其实知道这些真相啊 但是他们不愿意公开 害怕引起恐慌啊 或者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吧 那么希望你们人类呢 能用心灵的力量呢 去看待这个世界 这样子你们才能看得更加清楚 不会被蒙蔽啊 或者不会被这种误导 然后作者就说 那好了 今天就差不多到这为止了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 你会认为今天这个消息啊 或者资讯呢 放出去以后会有人相信吗 然后吸引人就说 我知道肯定会没有人相信的 但是呢 这是我的一个学术研究 或学术实验吧 看看你把消息放出去之后 人们是如何反馈的 那么过几个月以后呢 我们会进行第二次会谈 然后这样的话 你把一些反馈的事情告诉我啊 我看看有什么事情会发生 那么以上呢 就是第一次访谈大体的概要啊 那么经过第一次访谈之后呢 这个作者就把这个访谈的 这个精华部分整理出来 公布出去了 然后呢 很多人就开始反馈 总共收集的有14页的访问 里面肯定会存在这种恶意的留言啊 恶意的极端攻击等等等等吧 他都如实记录下来了 然后呢 等待第二次访谈 把这个反馈给到蜥蜴人 那蜥蜴人呢 可以做研究来使用嘛 那么作者把这个访谈 公布出以后呢 就有很多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比如说有个小货车 经常跟踪的 24小个人呢 他去哪呢 小货车就去哪 当他非常非常恼怒 气急败坏的时候 去敲这个小货车门的时候 发现里面没有任何反应啊 好像没有人一样 然后呢 又比如说 他的这个硬盘里面的某些 关于莱斯拉达那种资料 会平白消失啊 有一些图片呢 一些文字记录啊 就这部分平白消失了 他怎么也找不到 那么他的电脑里面 又出现过另外一个答案 他从来都不知道的答案 然后这个答案的编号叫172UJ啊 然后他就莫莫其妙 我的电脑里面 怎么会出现一个这种答案呢 我从来都不知道 然后他就找这种电脑专家去看 我的电脑是不是有问题 或者说是不是有人黑我的电脑啊 然后电脑专家当看的时候呢 这个答案就不见了 然后呢 他在家里面平常使用的是这种坐机电话 这种电话呀 有的时候可能会失灵很多个小时 所以的话呢 就很多很多诡异的事情就出现了 然后但是作者还是很勇敢的 他继续进行了第二次访谈呢 访谈时间是2000年的4月27日这一天呢 然后作者就问呢 当你读到这14页的这种反馈的时候呢 你会有啥感觉呢 你会很生气吗 然后西医人就说啊 我并不是很意外 因为我已经意料之中 这些留言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恶意的留言呢 或者极端的留言来攻击西医人的 然后但是呢 我并不怪你们呢 是因为你们的基因里面决定了 你们有这种行为 因为你们创造者伊洛因呢 他创造你们的时候 把一些这种西医人是坏的呀 包括西医人是邪恶势力呀 相当于给注到你们的基因里面了 你们脑子里面可能有这样一个意识 所以的话呢 你们当看到这些事实的时候呢 你们会下意识的反馈一些 比较极端的这种恶意的留言吗 然后西医人说 但是我比较遗憾的一点就是说 你们的这个人群里面没有发展出来一个 能够打破这种DNA枷锁这种意识啊 这是我比较遗憾的一点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觉得这种反馈是很正常的 我并没有怪你们 我觉得很正常 然后作者又开始追问了说 如果西医人是邪恶这种想法 是被注入到我们DNA里面的话 那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 实际情况是你们不是邪恶的种族吗 然后西医人就说 其实你们的思路里面呢 是很多很多二元对立的思路的 不是正就是邪 不是黑就是白 那么其实这个也不能怪你们 是伊洛因当时创造你们的时候 把这种对立的思路 直入到你们的DNA里面 所以你们才有这种比较强烈的 二元对立的思路 非黑即白 这个非正即邪 那么其实整个种族里面 有非常非常多个体组成嘛 这个个体有善有恶嘛 那么你不能够 以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这种思路 去判断这个种族 就是善就是恶 这是非常非常简单和对立的思路 那么从另外角度来考虑 所有种族的意识啊 他们在高维度的存在的时候 他们是连成一片子 就是意识都是互相串在一起的 然后每个个体的善恶呢 跟整体的这样一个善恶呢 其实是不同的 那么所以的话 这个问题其实很复杂的 不是说你一个善恶 就能够解决问题的 那么你们这个种族呢 是一个相对于视角比较低的种族 所以的话呢 你们看到比你自己高的种族 这种行为的时候 你们办法去判断它是善跟恶 不能用简单的这种善恶来分辨 那么在我们的语言里面 怎么描述整个种族的善恶呢 我们会描述个体意识 在一个群组里面的这个阴影的比例 或者说它影响的范围 来做成一个模型 去描述这个种族的善恶 然后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完完全全的好人 也不可能完完全全的恶人 就是这个道理 你要用一个比较科学的方式去评判一个人 一个科学的方式评判一个种族 那么另外呢 每个种族它立场也不一样嘛 它的视角也不一样 它的善恶呢其实也是站在他们种族的角度去考虑的 那么蜥蜴人也是这样的 蜥蜴人也可能会站在他们种族去考虑善恶 那么但是呢 文明等级越高的种族啊 他们考虑善恶的情况是更加合一 更加统一的方式去考虑善恶的 而不是简单的这种二元对立 非黑即白这种思路 越是稍微低等级的种族 他们会考虑的比较简单 比如小孩子 这个人是好人 这个人是坏人啊 这个比较简单 比较好分辨而已 那么以下呢 是我自己的点评啊 那么地球呢 正在处于一个扬升的阶段呢 只有地球抛弃了二元对立的思路啊 以一个更高维度的思路呢 去考虑这个世界 那么整个地球的这个思维意识啊 人类群体的思维意识 才能够往上进步 那么就好像各位看我的视频一样啊 有的人完全否定我的视频 有人完全肯定我的视频 这都是不对的 那么只需要从我的视频里面 获取到你们认为啊 对你们有用的这种价值的信息就行了 那么作者继续问呢 说在这些留言里面呢 有人问到这个UFO的技术原理什么 你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然后吸引人就说 这个解释稍微复杂点 但是我尽量简化一点的 说你们否定了物质的第四状态和第五状态 然后呢 你们的宇宙观呢 是仅限于物质宇宙这个观啊 当你们扩充这两个概念的时候呢 你们才能真正理解我们的技术啊 这也是你们现在目前所有的科技理论呢 达到一定边际的原因呢 你们要扩充你们的宇宙观 你们的哲学观 才能够理解我们的技术 那么首先要定义啊 这个物质啊 其实有第四状态 这个第四状态就是这个电疆状态啊 那么这个电疆状态 其实你可以理解为物质已经达到了 非物质状态 或者说一种准物质状态 用卯秀人的说法就叫做粗粒物质状态 或者稀粒物质状态 这就是一种电疆状态 就好像你玩橡皮泥一样啊 橡皮泥当你塑成一个形的时候 就是个物质 当你把它揉碎以后呢 就是一坛泥 那么这坛泥呢 就是你可以理解为这种电疆状态 那么任何物质呢 都是这种非物质状态 固态化以后形成的物质 它是一种幻想啊 并不是真正的 它本来的面目 那么因此呢 还有第五状态 就是后电疆状态 那么这后电疆状态 就是物质达到了一个 非常非常细的细粒物质 或者说已经基本上 快进行意识的状态了 这就是你们所谓的这种超科学 超自然这种的现象 那我们来具体说物质的第四状态 因为第四状态是有实用价值 第五状态它接近意识 接近能量了 可能没什么太多的实用价值 那么当物质达到这种电疆状态以后呢 它跟这种周围的磁场啊 包括这种立场啊 包括宇宙这种虚的东西 它们的这种交换能量啊 包括交换信息更加畅通了 不像物质状态 它是固化的 它跟周围的电磁铁啊 电磁场啊 没有什么联系 当它达到电磁状态以后呢 相当于它们处于一种 比较好沟通的状态了啊 之前比如说你拿一块磁铁 它可能堆一块木头啊 没有任何状态 但是你把一块木块 给形成一种电磁状态以后呢 这个木块跟磁铁之间呢 跟这个磁场之间呢 就有一种联系了啊 非常非常容易能够有这种 互相的这种对应的关系 那么电磁状态 其实是物质跟非物质的一个临界状态啊 也可以用场域来形容的吧 就是一个磁场啊 或者是个虚的东西啊 就是幻象跟真实之间的一个桥梁 然后在物质的第四状态 电磁状态下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特点 就是说当你推起这种状态的话呢 它的磁场啊 就会发生变化 然后它的重力就完全消失了 那么这非常有利于我们见到UFO啊 包括一些反重力 你们所谓的反重力的这种技术 然后另外呢 你们的经典物理学里面呢 总是把这种平衡状态 有正状态跟负状态啊 那么一个一个力呢 它可能有正的力量和负的力量 那么其实呢 我们的理论里面是没有这种正跟负的 我们都是统一的力量 只是说这个力呢 来自于不同层面 可能有物质状态这种的统一力 也有非物质状态的统一力 也有电磁状态的统一力 也有能量状态的统一力 我们只要去游走于这种不同层面的统一力 就可以实现我们物质的这种悬浮 这也是UFO制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 那么这种理论呢 用来我们制造我们现在目前的UFO 但是你们人类现在目前造的UFO呢 是有缺陷 因为你们是拿到了一些不完整的信息 而且你们的理论基础也是不完整的 所以的话呢 会有经常这种事物出现 那么也有这种辐射的伤害 然后这个问题就好像我上一个问题啊 你们人类的思路里面 总是有正邪两种对立方式 那么在我们的物理学里面 其实没有这个正的力量和负的力量 都是统一的力量 只是说他们在宇宙的不同层面 不同维度 我们只需要切换不同维度 就可以达到我们所需要的效果 跟技术的这种力量 那么另外呢 从哲学角来考虑 你们正因为使用这种不完整的技术 或者说你们的价值观呢 哲学观不完整啊 导致了你们的UFO出现很多问题 出现了很多人员伤亡啊 那么因为你们通过使用人员伤亡 达到你们的目的 那么这个呢就是负面极性的体现呢 那么这种负面极性呢 也会导致你们朝着一个不好的方向发展 那么只有你们了解 更高宇宙这种统一的原理啊 才会把你的技术变得更加简单一点 而不是更加复杂 越是更高端的技术 它就越简单啊 你们现在目前所有的技术 都是很复杂的那种技术 其实是不对的 而且呢 这些技术非常非常危险的 你们一不小心就会造成人员伤亡 这是不对的 那么你还记得刚才我说过这个三个外星种 需要铜元素 他们需要铜元素做铜的这种融合啊 铜的这种磁场 然后呢 他们这种铜融合 其实可以把这种物质的固化状态 融化成这种电章状态 那么有了这种电章状态之后呢 就可以做后面的技术操作了 那么在电章状态下呢 也可以达到这种没有重力的状态 也可以做这种电磁伪装 也可以进行短暂的时间跳跃 那么以下晶晶的评价啊 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个珊瑚城堡啊 珊瑚城堡的主人呢 用一个人的力量就能悬浮出来很多很多大的石块来建设珊瑚城堡啊 那他到底使用了什么原理呢 难道使用这种电章的原理吗 让他失去重力的原理呢 那么大家可以回顾之前我讲的一期视频 是讲珊瑚城堡的 那么作者就问呢 你们的科学里面有没有这种超长力量的科学 例如说精神的力量啊 思维的力量等等等等 然后蜥蜴人呢在讲完一大堆原理以后呢 就给做了个实验 他把这个眼前这支铅笔啊 悬浮到空中以20厘米的这种高度 然后再落下来 当时的整个录音设备就记录下来这个声音了 肯定不可能有人去拿手去挪动这个铅笔的 而是用他思想的力量 把这个铅笔挪动到了20公分高的这个地方啊 那么其实现在目前我们人类也做了类似的实验 比如说小孩去手指十字啊 去用思维的力量去弯曲钢管啊 这种的 这都是可以用思想的力量去改变物质世界这种幻象的 那么看来呢 蜥蜴人这些理论是真实不虚的 那么由于他这个理论非常非常复杂 我把这个理论呢 用我的语言给表达出来 给大家解释一下 那么简单来讲呢 我们现在大千世界物质层啊 都是幻象啊 那么这些幻象呢 是浸泡在整个宇宙的这样一个场域的概念里面 这个场域的概念呢 你可以理解为灵界啊 那么这个灵界呢 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整个世界的原本的面貌 在灵界的这个基础之上呢 才建立了这物质的幻象的这个基础 这个物质层呢 是有固定的频率的 而我们人体呢 是横跨这种物质层跟灵界的 那么 所以的话 我们灵魂的这种的频率呢 是在灵界的那个频率 是相当于这个浸泡的一个场域里面的 而我们的物质身体呢 是有固定频率的 是在我们现在目前的幻象这个物质层的 然后简单来讲就是说 我们身体是在物质层 我们灵魂是在非物质层 这样的话呢 来构成我们整个的我们人 然后整个人类的群体意识呢 是形成一个共有的灵魂层 这个灵魂层是互通的 信息也是互相相通的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心智 连接到这个整体的灵魂层 也可以连接到自己的个体的灵魂层 所以的话呢 通过什么方式连接呢 就是说我们脑后的这样一个松果体啊 这个松果体呢 可以切换这种频率 来达到去触及到 蜥蜴人讲的这种场域 我的解释就是说 可以触及到灵界这种无形界的 这种生命存有的形式 那就拿刚才铅笔那个实验来看 蜥蜴人首先用松果体进入场域空间 然后再进入这个铅笔的这个场域空间 然后通过铅笔的场域空间呢 连接到铅笔的物质世界的幻象 然后修改物质世界幻象的那种位置 就实现了这种铅笔的瞬间移动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自己的描述啊 可能有不对的地方 希望大家各位海涵呢 那么好了 这期的理论呢 讲了实在太多了 让大家脑子休息一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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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